北韩连续两天公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女儿的照片 看见火箭发射成功 金正恩开心的笑着 女儿穿着白色的外套绑着马尾在一旁面露微笑 看起来气氛相当融洽 另一张则是金正恩从背后环抱着女儿 一起看着监视器的画面 还有金正恩抬头看着飞弹射向天空 女儿则是背对着似乎眼神被什么给吸引 北韩十八号上午失射了一枚火星十七洲际飞弹 不只醒来国报及主播李春季报导 还公开了更多金正恩女儿的照片 外媒推测她是金正恩的二女儿 今年九岁的金珠爱 金正恩视察火箭发射场时 妻子李学主和女儿站在一块 和高官们一同聆听 原本前一天新闻的结尾 是金正恩拍完团体照后 被众多士兵包围接受喝彩的画面 但是隔一天变成金正恩和妻女站在一起 身后的北韩士兵们高举着双手欢呼 外界分析金正恩让家人一起去看火箭发射 是想对国民传递开发火星十七等核武 是可以保障下一代人的安全 北韩自夸拥有地表最强的飞弹 表示这次发射的火星十七 最高高度六千零四十公里 飞行距离九百九十九公里 飞行一个小时九分钟左右 掉在东海海上 因应北韩的威胁 韩美十九号再度紧急展开联合空中训练 美国派出战略轰炸机B1B 充满浓厚的警告一位 记者组合报告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我们的病毒 这里